都是因為這花太郎三個字 結果飲料大廠控告餐廳 引發了侵權糾紛 至於在廣告當中走紅的主角花太郎 他本身這比較胖胖的身體才 是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還一度成為了綜藝節目中模仿的對象 一支飲料廣告打響名號 肉肉的花太郎每次出現在螢幕上 都成為眾人目光小點 肢底下其實還是有瀏海 因為這有瀏海 就是會蓋到我的眉毛 怕被認出來嗎 還蠻怕的 廣告爆紅 廣告商開心繼續找他演出 花太郎三個字仿佛成了他的藝名 本名簡健安的他 今年23歲 身高180公分 體重破百 高中時候住在菲律賓的阿姨家 衣食無缺 還有費用照顧 體重也因此一度飆破125公斤 其實我一直本來就很胖 因為是家族遺傳 好可愛 然後可是我為了就是要模仿 木村拓哉 所以我就刻意減肥了一下 血液完成回到台灣之後 想不到胖胖的身材 卻開啟了他的廣告之路 不僅詮釋相撲選手 在廣告中他愛模仿 牧村拓哉同樣成為話題 爆紅之後花太郎風潮也吹進綜藝圈 成了模仿節目演出的對象 阿起來啦 真的嗎 大眾交通工具的時候都會有人這樣子看 他們是怎麼樣看 就是會先這樣子從頭啊 然後再看到牆 然後再摸一下下巴 就覺得有懷疑的感覺 廣告走紅 現在又因為廣告商控告餐廳名稱抄襲的風波 讓花太郎再度登上新聞版面 專輯們薛雪華彈若宜台北報導